方凡好呀 还是方琼好呀 方琼 方琼是谁呀 你记得这么多的谁教你呀 我不知道 我自己猜的 就总之你现在这一身本事全你自己个儿学的 是吧 对 我妈妈就每天 每天 每天都睡觉 一睡就睡到那个 一睡就那个睡到晚上了 从晚上睡到晚上 刚刚我听到有一个妈妈说 你要是不会呀 你就看我 妈妈告诉你答案 是谁妈妈说的这句话呀 嘿 魏伯欣 魏伯欣跟我们说说 你妈怎么跟你说的呀 她 如果我不会的话 我就看妈 她可以给我说 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智力快车 我是方琼 她是丑丑 今天依然是我们智力快车的水果大战 我们今天是草莓队榴莲 草莓队 草莓队 地上无敌水 草莓队 榴莲队 榴莲队 胜利主于我们队 耶 欢迎两队的小朋友 我们先跟哪一队开始做介绍呢 榴莲队开始吧 大家好 我叫秦婉月 今年五岁爸 我来自美丽的古城邯郸 邯郸是中国的成语之箱 比如邯郸学部 黄粮美梦等 每个成语都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大家愿不愿意听我一一道来啊 哦 愿意 你跟我们道个什么呢 邯郸学部的意思就是 曾经有一位燕国人 他听说邯郸人走路很美丽 所以就来邯郸学 他怎么学也学不会 后来他愿走原来的姿势 后来他把原来的姿势也给忘掉了 后来他就爬着回到燕国了 哦 真棒 秦队长 那接下来你跟我们介绍 介绍你的两个队员吧 这是我的两位队员 他叫童童 他叫美心 大家好 我叫魏博心 我今年五岁了 我喜欢看科幻片 看科幻片 你都喜欢看什么科幻片啊 环太平洋 环太平洋 你为什么喜欢看科幻片啊 特别像真的 特别像真的 你就喜欢 美香 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 我叫欧博 还有我小名叫美香 我英文名叫欧帕 我来自北京 我喜欢轮华 嗨 有舞蹈 还有满书 手工 还有院子 好嘞 欢迎我们榴莲队的三位小朋友 接下来我们来用一下草莓队 大家好 我叫崔喜宁 我来自千金 我特别喜欢这个节目 我下面给大家播一个气象预报 文文文文文 你怎么上来就播气象预报呢 我得看那个渡千一药 那个渡要冷 我得注意到冷不了药 要冷的话 我就得穿羽绒 要我不看天狱 我只能注意到 回来我忘了穿羽绒服怎么办 要冷 所以我就天天看天气预报 那如果你今儿没时间看天气预报 冷了 忘穿羽绒服了怎么办 我姥姥家有高兴肌预报 回可以重看一下是吗 对 真高级 好多东西孩子已发觉的 就是看新闻联播我们 他也不看 然后之后过来天气预报 然后他就看 就特别入迷有一阵子 就每天还猜那个 在之前猜是谁 是哪个主持人 接下来你介绍一下 你的两位小个人吗 这个是七号山 这个是 有字 中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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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两位 小凡 小凡编导是吗 为什么不让你穿裙子呀 她是怕你穿的裙子比她漂亮吧 下回跟我说 你说方琼姐姐我想穿爱莎一样漂亮的裙子 我就说行 是吧 我跟你说 我估计她是怕到时候你们不见得万一遇到体育体穿着裙子睡觉了可怎么办呢 是不是 可能还是为你们好为你们着想是不是 张凡姐姐还是挺好的 有什么好的呀 你怎么好 你跟我说说 我去找我 张凡的 她有骂好啊 受从那样 受不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跟我没关系 没关系 那你觉得她怎么就跟你有关系了 她怎么好啊 你跟我说 什么事都没有关系好不好 那你不是说她好的吗 不喜欢她就没关系了 哦 好吧好吧 反正没有理由就喜欢她了 是吧 哎那我能问你一个事吗 张凡好呀 还是方琼好呀 方琼 方琼是谁呀 张凡 张凡在哪呢 那我能跟你介绍一个人吗 她的名字叫方琼 就是今天的主持人 她主持这个节目已经好多年了 虽然那个张凡比我来的时间短很多 但是小朋友们都认识谁是张凡 你真的不知道谁是方琼吗 你也告诉她谁是方琼 这个是方琼 你给她介绍一下方琼 你知道这个是方琼 那个是张凡 知道吗 哎你们看我吧 总之你心里只有张凡是吗 是张凡也是挺好的 哦是张凡其实是挺好的 好啦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关 答答答 我想问一下两队谁想先来答题呀 我 我们的妈 我妈我妈我 你看看我就知道 总有小朋友想先要答题 但是先答题只能有一对 我们这样来溜溜身 做个游戏 好了 那我们今天先来做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呢 我想问一下两队小朋友 在家谁帮着爸爸妈妈摘过菜 有大桌子 然后有那个扫地啊 蹲地啊 但是那个菜好像还很多 小 包个饺子吧 有去采摘过 就是那个菜园里头 自己去包了一块地 然后去摘菜的 有 我们在家搬个豆角 特别嫌搬豆角 然后还搬个皮 搬的也蛮好的 我没有帮我爸妈摘过菜 那你们家谁摘菜呀 我是爷爷奶奶摘的 哦 在家有爷爷奶奶做菜 你呢 我帮奶奶摘过豆角 嘿 真好 我想问问 认识蔬菜的小朋友请举手 小崔队长 你都认识什么菜呀 小崔队长 胡萝卜 小龙瓜 就认识这几个是吗 其实肯定还有认识的 还有豆角 好了 那我接下来就要说了啊 每队派一位队员上台 要辨别出两筐里面的蔬菜 究竟都是什么 你们看看谁来呢 来 队长 你们派一个人上来 其实我认识 豆菜不舍 那你们派谁呀 派我豆腐 好吧 来 崔队长 天天一般就是水果呀 蔬菜 他基本上没有不喜欢吃的 就是对肉的呀 什么差一些 榴莲队谁来呀 我 还是队长 队长也来 是吗 好嘞 两位队长 他吃菜少 他喜欢吃的就是西红柿 然后土豆 然后别的像那个叶菜 他都不怎么喜欢吃 两位队长先握个手 来 握握手啊 你们要按照我念的蔬菜的顺序 一次把蔬菜摆在桌子上 对了 咱们这样吧 咱们不能让你们看着 是不是 来 把桌子转一下 好嘞 对了 咱们不看对方拿什么 好不好 来 加油 两位准备好了 请把胡萝卜拿出来 摆在第一位 请把菠菜拿出来 摆在第二位 请把苦瓜拿出来 摆在第三位 看看怎么摆啊 可以竖着摆 要不然放不下了 是不是 请把生菜拿出来 请把生菜拿出来 请把白萝卜摆出来 请把黄瓜拿出来 请把油菜摆出来 你们都动对了吗 白萝卜后面是黄瓜 黄瓜 黄瓜后面是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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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 什么错误呀 因为你说黄瓜在前面 萝卜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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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从那边往这边拿的 要乖 忘了吗 好 再把丝瓜摆出来 小框拿下来 看看你们的顺序对了吗 我再念一遍 你们检查一下哦 胡萝卜第一位 菠菜第二位 苦瓜第三位 生菜第四位 白萝卜第五位 黄瓜第六位 油菜第七位 丝瓜第八位 对了吗 错了 你可以改呀 我刚才都问过你了 第一个是胡萝卜 第二个是菠菜 第三个是苦瓜 秦队长这有点乱了 是不是 这个是菠菜 这个是什么菜呀 这是油菜 明白吗 胡萝卜 然后是菠菜 苦瓜 生菜 白萝卜 黄瓜 油菜 丝瓜 所以我们要恭喜草莓队 拿到了优先答题的权利 小菲队长 你挺厉害的呀 这些菜都认得是吗 对呀 哎呀真棒 菲队长 平时你要高兴的时候 你怎么表达自己的心情 听说你有一项绝活 说你会打嘟嘟 对 你怎么打呀 你舌头这么灵魂 就是好像一岁多的时候忽然间就发出这种声音 然后姥姥听了觉得特别好 就有点像俄语的那种多 然后觉得就是一般人好像咱们都不会 然后就让他坚持下来吧 姥姥经常提醒他 姥姥会吗 不会 好像我 我有一个姐姐会 然后他以前是学俄语的 好了 刚刚呢我们说了 草莓队队长小翠表现非常棒 所以呢 他们拿到了优先答题的权利 各位 你们准备好了吗 来 请听题 崔许宁 香蕉是长在树上的对吗 对 正确 周可欣 西瓜是长在树上的对吗 不对 正确是长在对吗 志浩轩 苹果是长在树上的对吗 对 正确 崔许宁 太阳比月亮大对吗 对 正确 周若西 海水是甜的对吗 不对 对了 是咸的 志浩轩 正方形有四条边对吗 对 正确 谢谢您 猩猩就是猴子对吗 不对 正确 猩猩有尾巴 周若西 番茄就是西红柿对吗 不对 答错了 志浩轩 人形横道又称斑马线对吗 三 二 对了 这道题 最后一道题又答错了 最后两道题都错了 番茄是西红柿吗 对 对 番茄就是西红柿 人形道我们也叫什么呀 一道一道的我们也叫做斑马线 草莓队拿到了七片水果 挺不错哦 接下来干哪了 榴莲队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请 请 请 秦婉月 老虎有四条腿对吗 对 正确 贝卓心 公鸡有四条腿对吗 不对 正确 欧佩涵 大象有四条腿对吗 对 正确 秦婉月 正式比赛中 篮球比足球大对吗 对 正确 贝卓心 苹果都是红的对吗 对 错 也有青苹果啊 欧佩涵 三月有二十八天对吗 对 不对 三月三十一天 秦婉月 狗不会游泳对吗 对 不对 狗会游泳 魏博心 趋向向天歌的下一句是白毛浮绿水对吗 对 正确 欧佩涵 一只手有十个手指对吗 对 错 什么都不知道 一只手有多少个手指头呀 五个 一双手 有十个 榴莲队答对了五道题 加上了五遍水果 一错个题呀 都好可惜 一只手有十个手指 我相信肯定是 当时没有反应过来 一共有五个 是吧 三月是只有二十八天吗 不是 几月有二十八天呀 我教你们一个口局 二月是哪 二月 二月 对了 二月二十八天 难得我都不知道 难得不知道呀 我这样 我教给你一个小口诀 它就都变成简单的了 跟着我念 好吗 一三五七八十辣 这个辣知道是什么吗 这是辣椒 辣月 这是十二月 再说一遍 一三五七八十辣 三十一天 找不上 对对对 只有二月二十八 明白了吗 就是二月份是二十八天 当然也有润年 这是特殊的情况 好了 第一关结束之后 哎呀 我们的榴莲队双双路后了一点 但是没关系 比赛刚刚开始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关 抢 抢 抢 好了 我们先来看这一关的第一题 看电视 我喜欢动物 特别是爬行动物 你知道吗 小蜥蜴孵出来之后 第一眼看到我 就会把我当成它的妈妈 我喜欢养鸟 尤其是会说话的鸟 你知道吗 我养鸟养到老爸抓狂 因为鸟叫声 经常让它早晨受不了懒叫 鸟叫 鸟叫 还要活吗 来放 看到刚才的这个片子了吗 里面是不是出现了很多小动物呀 对 好了 接下来 你们准备好了 请听题 请问视频中出现了几种爬行类动物 开始 好 草莓队 出现了几种爬行类动物呢 两个 哪个 小鸟 小鸟和蜥蜥蜴 小鸟 还有那个 大鸟 青蛙 小鸟和蜥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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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确定 告诉我是哪两种 狮蜃蜴蜴蜴蜴 这是蛇和蜥蜴 好了 我们要给草莓队加上一片水果 榴莲队 你们要大胆地抢 好不好 现在你们已经落后三片水果了 来 加油 看下面的这一道题 我们刚才在这个短片当中看到了有一只什么呀 小鸟 小鸟 那么请你们说出五种鸟类 开始 草莓队 你们又抢到了这道题 五种鸟类 来 开始 黄梨 还有什么鸟类呢 鹦鹉 麻雀 还有两种 事情两个 有一首歌 穿花衣 燕子 燕子 还剎一个 还剎一个 鸟 它们一会儿排成人字形 一会儿排成一字形 这是 孔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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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大鸟 大鸟 其实这个水雀人不都天天见吗 也跟他说过 有时候想不醒 紧张了 孔雀也行 但他绝对不是我说的排成人字和一字形 冬天到了 天气凉了 一群大燕 向南 燕子 大燕和燕子 这是两种 好吧 我们小朋友们知道的也很多 五种 也答对了 我们要给草莓队再加上一片水果 我问问你们 你们知道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那个会说起床 起床 那个是什么呀 那个鸟叫什么鸟啊 那个会说话的呀 叫 聊哥 好了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这一关的第二道题 来 还有机会 我们看下一道题 来看电视 今天的任务是给小巷明明洗澡 快走啊 和你一起玩水 太爽了 好了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片子当中有一头什么呀 大象 有大象也有小象 接下来我们的问题 请听题 请问象是群鸡动物还是独鸡动物 来开始 哎呦 没有人讲啊 什么是群鸡 什么是独鸡呢 好 好没 对 他没有按过的 那你按了 只好先你来告诉我们 大象是群鸡动物还是独鸡动物呢 是群鸡动物 是群鸡吗 他告诉我的 他告诉你了 你知道什么叫群鸡 什么叫独鸡吗 独鸡就有独的动物 独 我跟你说 独啊 是单独鸡是一群两群的群 你再想想什么是群鸡 什么是独鸡呢 应该大象是群鸡 群鸡 对 独鸡是什么意思呀 自己住 独鸡是自己住 群鸡呢 大家一块住 那大象是群鸡 群鸡动物 确定了吗 确定了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是 西西说的很对 大象是群鸡动物 来加上一片水果 十片水果了 榴莲队你们要加油啊 你们才五片 他们已经十片了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我们这一关还有题呢 你们对大象都了解吗 了解 喜欢大象吗 喜欢 有一阵子 然后特别说那个象牙 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地铁 一号线 然后竟然写那个 就是妈妈 我抢牙了那个 然后他看着就是 会有点那个小伤感 然后让我给他讲 然后还说那个象牙 象牙咱们要爱惜他 什么的 接下来这道题啊 跟大象还有关系 准备好了啊 请问一下哪种象 已经灭绝了 A 亚洲象 B 非洲象 C 猛马象 开始 草莓队又抢了 那想问一下队长 你知道哪种象已经灭绝了呢 蒙马象 哇 切诗宁 他不知道 他也是蒙的吗 我想 我觉得是有可能 他没听过这名字 他才说灭绝 我们有想 是看个动画片啊 动画片也有 我们很少看动画片 谁知道猛马象长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 我没有想 我也不知道 你们都不知道 猛马象长什么样子呀 你们有没有看过 我这里这里 里有好多两颗牙 猛马象有什么呀 长长的牙齿 厚厚的毛 长毛 你们有看过那个 冰河世纪吗 我看过 对呀 冰河世纪的电影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猛马象 身上有长长的毛 我想问一下崔队长 这猛马象这事 你也知道是吗 你知道这么多 都谁教你的呀 我不知道 我自己猜的 哎呦喂 就总之 你现在这一身本事 全是你自己个儿学的 是吗 对 我这样 我得问问 这个爸爸们 都教的你们点什么呀 这爸爸整天都忙的 成哪呀 周二熙 算数 教你算算数 我妈妈教我的 爸爸呢 没有 妈妈教的东西 就像弹钢琴这些 可能痛苦一些的 她印象比较深刻 我又陪她玩积木 刚才教游泳 其实也都教了 她都忘了 志浩轩 你爸教你妈了 爸爸 爸爸对我还挺好的 他就教了你点什么呢 他什么也不教我 他怎么对你好 你能跟我说说吗 他就老师教我 洗手要洗单净 把那些肥皂液洗掉 哦 教你洗手来着 是吗 那我想问一下 张帆教你什么了 昨天 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不是教我好多了吗 教你好多什么呀 还得 还面试 喂喂喂 都不是张帆教的吗 哦 张帆总之工作很辛苦 是吗 就是 哦 他挺辛苦的 对对对 他比我们都辛苦 那我想问问 你们的爸爸 教给你们点什么呀 我爸爸特别懒 什么都不教我 真的吗 我这样我听听 你爸爸有多懒 我爸就每天 每天 每天都睡觉 一睡就睡到那个 一睡就是那个 睡到晚上了 从晚上睡到晚上 在家干什么活 从白眼睡到晚上 干什么活 我爸爸 我爸爸有时候平常 都多上班 然后上床睡觉的时候 每次 每次前都是睡到 睡到那个 睡到晚上吃饭的时候 才起来 你看 还得让别人叫 还得让别人叫 是吗 你听听啊 这个我也得提醒一下 电梯前的这些爸爸们 工作再忙 再辛苦 也真的要 多抽出时间来陪陪孩子们 不然孩子们的回忆当中 爸爸教过什么 都是空白 这也是人生一大遗憾吧 好了 我们不说爸爸了 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题 哎呦 我们的抢答题 还剩一道题 榴莲队 你们要加油了 来 看电视 最野假期 让我们看到了 这么多动物 还让我们去了 这么多地方 在大海里 能和海龟一起游泳 真像做梦一样 自野假期 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 我们喜欢走进自然 动物也应该回到自然 因为我们都是大自然的孩子 都要健康成长 好了 刚刚我们看到了 自野假期 这个小朋友 在跟谁一起游泳啊 海龟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 这道题就跟海龟有关系 来 请听题 请问 海龟主要靠什么来呼吸 A 腮 B 肺 C 皮肤 好 开始 哇 榴莲堆太难得了 终于抢到这道题了 来告诉我们 海龟主要靠什么来呼吸呢 腮 肺 皮肤 腮 腮 确定吗 你知道什么叫腮吗 腮就是比如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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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条小鱼 然后那个小鱼 两边那个就是那个腮 对呀 鱼两边是腮 海龟呢 海龟的腮长哪儿的 你看见了吗 肺 肺 韦伯欣你大点声说 是什么 肺 是肺 肺 确定了吗 确定 我们人用什么呼吸啊 肺 哎 对了 我们人是用肺来呼吸的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肺 肺 恭喜你们回答正确 想想一切水果 耶 好了 第二关结束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场上 草莓队 11片水果 榴莲队 6片水果 分数相差有点大 第三关 我们的榴莲队还能追回来吗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好了 接下来我们课间休息一下 爸爸妈妈给我们口水喝 哎呀 宝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 榴莲队 你们想选哪个 安全 安全第一 是吗 来看你们的安全题 哦 这道题呀 你们可真的要好好看一看 看一看 在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好吗 你们队将要派出一位队员 上来跟我们一起来参与一个游戏 就派你们队开会 你们派谁来啊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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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看队长 非常有担当 加油了 加油了 知道了 知道了 一个水果 知道了 宝儿不着急 答错了不扣水果 答对了奖励水果 好吗 你站在这儿 我跟你说 你跟妈妈一块来游乐场了 这儿就是一大游乐场 玩得特别高兴 这时候呢 妈妈就跟你走散了 你找不着你妈妈了 现在你自己在这儿还原地 你想等妈妈回来吗 不想等妈妈回来啊 问警察叔叔 问警察叔叔呀 好嘞 你可不能乱跑 有没有警察 我也不知道 如果你要看到警察叔叔 你可以找警察叔叔帮忙 好不好 接下来 我们就要对你进行一个小小的测试 看看你是不是能过关 好吗 你带着你最喜欢的 好吧 小熊 好吧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哎哟 这游乐场这么多好玩的东西 真是太好了 哎 小朋友 你好 阿姨好 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秦婉月 哦 秦婉月 你几岁了呀 我五岁半 你跟谁一块来的游乐场啊 我跟我的妈妈 你妈妈干嘛去了呀 我跟我妈妈走丢了 走丢了呀 哎哟 那你妈妈找不着了 你知道她的电话吗 我正好有电话 我给你妈妈打个电话好不好 好吗 你妈妈电话号码是多少 我去把我的电话拿过来 快 丑丑把我的电话拿过来 你跟我说说 你妈妈电话是多少 我能说 妈妈妈电话是多少呀 我帮你给你妈妈打电话 你妈妈来接你好吗 可以吗 行还是不行啊 你妈妈是138还是139 还是133还是186 啊 哎呀 你看看 我就知道你特别棒 是不是 你觉得我是一个陌生人 不能把爸爸妈妈的电话告诉我 是吗 我跟你说 其实啊 我跟你妈妈是朋友 你看 这棒棒糖就是你妈妈买的 让我给你送过来 就说让我考验你 说如果你要是把她的电话告诉我了 这个糖就不能给你 说如果你要没把她的电话告诉我呢 就把这个糖给你 给 拿着吃吧 你不吃吗 你真的以为我是坏人吗 你几岁 五岁半 你五岁半 你知道我认识你妈妈认识了多少年吗 我认识你妈妈认识五十年了 所以还没有你的时候 我就认识你妈妈 没事 拿着吃吧 啊 给 不吃啊 那 那你还想找你妈妈吗 我去问警察叔叔 我告诉你 这么大一游乐场你没来过吧 我刚才从这过的时候 正好碰见 就在前面那个旋转木马那儿 就有一个治安亭 我带着你去找警察叔叔 然后咱们去找你妈妈 好不好 好吗 好不好 找到警察叔叔之后 你就 我跟你说 找到警察叔叔之后 你让警察叔叔告诉你 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好不好 行吗 走走走 你看 哎呀 行了行了 你妈说了 你要是这么听话的话 就加一碟水果吧 表现就这么好 可以回去了 哎呦 我就没见过立场这么坚定的 啊 现在这个糖能吃了吗 现在也不行 是吗 对对 现在也别吃了 就这一块糖给谁吃不给谁吃呢 是不是啊 所以小朋友在出门的时候呢 一定要紧紧地拉着爸爸妈妈的手 如果一旦跟爸爸妈妈分开 找不到他们之后 你就要在原地 在你们分开的原地等着爸爸妈妈 遇到不管是像风兄姐长得这样的 看着不像是坏人的人 也不能跟着他们走 听见没有 所以刚才 秦队长 你的表现非常棒 我们加上了一片水果 接下来 小朋友队 大娘了 天象 天象 哎呦 对了对了 我还忘了呢 崔喜宁说了 哎呦 自己没事就爱看天气预报 是吗 你会报天气预报吗 你给我们报一个 我们听听 北京 12度 到21度 天津 15度 是晴还是阴呢 怎么都让我说 天津 小雪 卷 大雪 零蝦衣豆 到零蝦奥都 北京和天津差这么多吗 啊 啊 那到河北石家庄 石家庄 石家庄 有雾霾 重点 就是 凭什么 到石家庄就雾霾了 平霸呀 为霸呀 你有雾霾可怎么办啊 那天津也会有雾霾 这霾要是大了怎么办呀 嗯 霾大了就 最好先别出去就行 怎么就形成雾霾了 你们知道吗 研究过吗 研究过 为什么就有雾霾了呢 不知道 这个话还真不是一句两句 能说得清楚的 是吗 不过小翠刚才这天气预报 报得不错 看来也非常关注天气 好了 接下来 我们要看你这道题了 请问 蚂蚁搬家 预示着是什么天气呢 A 晴天 B 下雨 C 有雾 晴天 蚂蚁搬家天就该晴了 是吗 对 他们是要出来晒晒太阳 是吗 好了 好了 那么这道题 正确答案是 西西你觉得你们答对了吗 我感觉答对了 榴莲队 蚂蚁搬家预示着什么天气要来了呀 下雨 蚂蚁搬家预示着天要下雨 所以草莓队很遗憾 这道题回答错误 不能加上一片水果 好了 榴莲队又到你们了 晕草食吧 晕草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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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样开好会 告诉我一个最后的答案 停吧 实验 实验 我们俩也不会 你会实验 实验 确定吧 确定 确定 我不确定 我不确定 确定 好了 我们就确定实验了哈 哎呦 这个题呀 蚂蚁男 还真的是有一点点难呢 来 我们上道具 接下来呀 这道题是什么题呀 是实验题 所以呢 我们要做实验 我准备 拿各种水果的皮 用这个皮上的汁液 来滋这些气球 你们猜 哪些水果的皮上的汁液 能够让气球爆炸 开出两个来 这道题就可以加水果 柚子 柚子是吗 柚子还有那个橘子 还是成 咱们这样 咱们一个一个来说 柚子成了 先说柚子行不行 行 好嘞 我试试 你们觉得有柚子 还有什么呢 西瓜 西瓜是吗 来 你们自己来 谁来 我 魏博心 你来 作为小伙子 你有力 给西瓜 你打算怎么 把这个气球弄炸 我把它吃 我们说的是 什么水果的皮 皮能够让气球爆 你觉得西瓜行吗 这个皮挤不出水来 是吗 那再换一个 你们觉得 橙子 橙子 来 给你拿这个橙子皮 把那个皮挤一挤 来 这样挤 应该广东没挤 不过我爸 什么这样了 气球架了是吗 橙子架了 哎呦 你刚才也挤到 这个绿色的球上了 是吧 哎 橙子回答对了 我们说了 选对两样 就可以加上一片水果 柚子皮 橙子皮 还有橘子皮 都可以 也就是柑橘类的水果的皮 在面对这个 吹的很气大的 这个气球的时候 它很容易让那个气球爆炸 为什么呀 因为它这个皮当中 有一种成分 能够让这个气球 产生反应 然后爆炸 所以我们要恭喜榴莲队加上一片水果 耶 耶 谢谢你们 耶 现在榴莲队已经八片水果了 草莓队 常识体育记忆 你们选择 第一 确定了 怎么样 确定啊 我们看一下 这道题有一点点难度 你们三个人的记忆力怎么样啊 我不行 不行啊 我不行 那你们选择的是这一道记忆体 来来 我感觉女生 好了 这样吧 你们一起团结吧 你们是一个团队 一会儿呢 我会让你们看一组数字 然后我有问题要问你们 你们现在只需要 好好的来记这些数字是多少 好吗 好 来 你说那边 我在这边 一 二 四 六 九 四 七 八 八 三 六 一 好了 给你们 二十秒钟的时间 来看这几个数字 一 你们要记住它 可以分分分 谁记哪几个 二 九 四 七 八 八 三 六 一 我一个人 我一个人 把这一堆全记住了 好的 好了 十千 到 请问 刚刚这组数字当中 从二开始数 第五个数字是几 第五个呀 八 是八吗 不对 确定吗 不确定 不确定 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倒数第二位 是几呀 三 三吗 零 零 零 倒数第二位是几 零 确定吗 确定 确定 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 回答正确 回答正确 倒数第二位是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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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四 所以我们要给草莓队加上一片水果 十 其实榴莲队 你们就是在为荣誉而战了 对 常识和体育 你们选什么 常识 常识 你们平时喜欢看电影吗 对 看电影的时候 通常他们都会去买一些好吃的 爆米花 对了 来 把我家的爆米花拿来让他们看 没问题 爆米花 还用生爆米花 不错 这就是分材料了 对 我们很多小朋友在看电影的时候 爸爸妈妈都会给你们买爆米花 那接下来 你们需要做的时候就是告诉我 这两个爆米花 究竟是哪个盘子里的东西做成的 告诉我们你的选择 首先要是最多 这一盘是哪个 做成的 我们觉得上面有点难 这个吗 那这个呢 这个肯定就是这个 这个是这个吗 对 你们确定吗 确定 这个是大米爆成的 这个呢 是玉米爆成的 恭喜榴莲队 加上一片水果 好了 草莓队 还有最后一道题 提一提 上来 活动 好 你们三位 要选一个 你们认为的运动剑匠 来完成这个游戏 要让男孩来 先把平常女孩来就行 后让女孩来 女孩怎么了 女孩就不行吗 女孩没力的呀 这样咱们看看这道题 需不需要力气 好吗 来 好嘞 我现在这儿啊 有三个剑子 你们需要让一位队员 头上顶一个剑子 手上放两个剑子 然后呢 从我们这棵 智力快车的这个小幸福树这儿走 走到智力快车的这个地标这儿 而不让它们掉下来 就算成功 行 行吗 来 站好了啊 你们都不给人加油吗 你们就回去了 来 站好了啊 都顶着 别动了啊 手 好 好 抬起来点 抬起来点手 张开 好嘞 来 我们给志浩轩加加油 志浩轩 可以走了 慢慢的 慢慢的 哎呀 奇怪 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要跟我来吧 有别人愿意试一下 来小崔 来 紧到脑袋上啊 翻过来 翻过来 好嘞 准备好了吗 好了 来 去步 走 加油 走啊 走啊 妈妈别着急 太早 别着急 哎呦 不能抬头 头上的键子要掉了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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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太棒了小崔 恭喜草莓队 加上一片水果 耶 好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冠军队毋庸置疑就是我们的草莓队 恭喜你们 他们也会每人获得一份 这里快车送给的小礼物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颁奖环节 接下来我们要给草莓队颁发奖牌 祝贺你 谢谢你啊 不客气 祝贺你 十号先不客气 祝贺你 祝贺你 不客气 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让你们来到搬家了 我们十秒到地时 预备 开始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十 天到 好嘞 最后的这几件玩具 你们可以带回家了 好了 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所有小朋友在节目当中的精彩表现 当然我们也希望电视界更多的小朋友 能够来到我们的智力快车 参加我们的水果大战 好了 我们下一周 再见 感谢